雙魚座其實真的不難追 就是要用心 他直覺力很強 他做事情其實不是很拖泥帶水 雙魚座很果斷的 他喜歡你他就是會喜歡你 哈囉大家好我是裴薇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雙魚女的追求攻略 其實雙魚座是一個非常重感覺 靠直覺跟第六感在活的星座 他們連朋友都會非常挑剔的 何況是男朋友 雙魚座在選擇朋友上面 一定是要痛調非常合 感覺不太對 他就會選擇去跟對方保持一點距離 再來呢大家都覺得 雙魚座是一個多愁善感 猶豫不決的一個星座對吧 雙魚座老早就已經在心中有答案了 只是他們的天性就是非常容易 猶疑 非常容易猶豫不決 這是一個天性的問題 例如說買東西 他們會已經選好了一樣東西 但他們就是要逛一逛 他們就是要全部都逛完之後 也是會選他們原本選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在要不要跟你在一起這件事情上 雙魚座其實是已經會有一個底了 只是他們會有一點點猶疑 我覺得對付雙魚座最好的方式就是 直接告訴他我喜歡你 直接讓他感受到我要追你 不要在那邊若即若離 我要讓你覺得我沒有那麼在乎你 但是我其實很在乎你 我跟你講雙魚座完全不吃這一套 雙魚座看起來雖然呆呆的 但是他們的洞察力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你在玩什麼把戲他們都看在眼裡 不要被雙魚座呆萌的感覺給欺騙了 大家都說雙魚座是天然呆 或是會常常會有傻大姐的感覺 但其實他們非常的聰明 我覺得那個呆不是真的是裝傻的那種呆 他們的呆是太容易相信別人的呆 你只要越做做雙魚座就是會越不想要接近你 他們喜歡直接一點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雙魚座其實很沒有安全感 他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全心全意 觀察這個過程裡面 你是不是只對他有好感 廣大的男性觀眾 如果你們現在在追求雙魚座的話 最好身邊不要有太多的女性朋友 因為雙魚座非常容易吃醋 如果他對你有一點好感 然後這時候你又過多的女性朋友 他就覺得 欸?我好像不是那個特別的人 他們看感覺勝過於看外表 只要你讓他感覺到你的真心誠意 跟你的企圖心 就非常容易打動雙魚座 前提是 你要是他喜歡的類型 對 如果你不是他喜歡的類型 然後你又很油條 幾乎是沒有機會 如果這樣的狀況下 雙魚座對你也讀不回 那就是真的不想理你 就可以先離開 對 那如果呢 欸?他好像會讀你的訊息 然後會回覆你的訊息 其實都是有機會的 但不可能一下子就突然喜歡這個人嘛 所以就是 這個過程你們要給一點點空間 要給一點時間 不然雙魚座也會退縮 雙魚座是一個某些時候是很脆弱很愛哭嘛 你們只要在他們哭的時候 突然現身 然後去安慰他 被你們講 大家分 給他一點關愛 他就會覺得 欸?這個人 好像可以保護我喔 所以就會比較有機會喔 雙魚座 雙魚座不會看你有沒有錢 他會觀察你是不是願意在他身上付出一點什麼 但雙魚座在交往的時候 他是可以全部 百分之至少九十都會在你另一般身上的人 所以他是非常願意付出的人 但他們會先觀察這個人願不願意付出在我身上 不可以太空 其實雙魚座也是一個很敢愛敢恨很直接的星座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們要追雙魚座的話 就是很直接的表露你的情感 跟把你最真的那一面表現在他面前 我會很難懂欸 因為他們會很直接的讓對方感受 他到底有沒有對你有意思 好 好 我剛剛說其實就是一個重點 他們就是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他們不會放長線 他們不會給你訊息 有機會你是感受得到的 雙魚座比較少會主動告白 不會明著講說我喜歡你 但他們會用他們的表現方式讓你知道我是喜歡你的 可是如果你沒有catch到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這人怎麼這麼傻 怎麼這麼不直接 但如果你遲遲沒有發覺這件事情 你只會覺得說他好像不喜歡我了 錯 如果要更進一步的話男生們要主動一點 還有一個點 會直接攻心雙魚座 就是你只要記得他說的話 他們就會非常非常的感動 他們不會懶得去建立一些關係 但是呢開始的話 我覺得對方是要一個很直接的 很明確的一個狀態 這樣雙魚座才比較不會覺得我 這樣跳下去是對的嗎 主動提議要去哪裡 並且帶他出去玩 雙魚座會很開心 會覺得要帶我出去玩 因為雙魚座是一個不太喜歡做決定的人 就是你們可以自己決定說我們今天去哪吧 這樣雙魚座就會覺得好啊 那我就跟著你走就好了 就是其實這一點是還蠻加分的 那現在這個女生對我忽冷忽熱 那他到底是不是喜歡我 首先第一個你要先感覺他對你有沒有意思 這個很容易感覺吧 對 如果有的話他要對你忽冷忽熱的話 就是他可能在試探你 雙魚座是非常需要關愛跟溫柔的對待 如果呢 你沒有 即時的回覆他訊息 或是你沒有第一個去哪裡就想跟他分享 他就會覺得那我有必要對你這樣掏心掏肺嗎 所以他就會開始觀察 你的回覆的速度跟你回覆的內容 他會去觀察這些東西 如果他對你若即若離的話 可能你要做一些什麼改變 例如說你可能要更關心他一點 你要跟他分享更多關於你的事情 因為雙魚座會很喜歡聽對方真的述說他自己的事情 你都已經做了 可能他就是在等待你的告白 對 就這麼簡單 雙魚座其實真的不難追 就是要用心 他直覺力很強 他做事情其實不是很拖泥帶水 雙魚座很果斷的 他喜歡你他就是會喜歡你 雙魚座會真的是全心全意對你付出 所以另外一半呢也要是一個值得他付出的人 但當然 感情這種事情呢都是兩方要互相 所以 我大概今天點出幾個怎麼追雙魚座的 小小小的撇步 如果你們正在追求雙魚的話 給你們一點參考 當雙魚座真的已經愛上你之後 真的會對你很好很好 雙魚座其實蠻懶的 如果雙魚座為你做食物啊 為你寫卡片 為你做很多事情 代表他真的很愛你 請好好珍惜 OK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們有其他的那個小撇步 或是你成功追到雙魚女 用什麼方式 可以留在下方 然後給其他人一點參考 好那我今天的雙魚女追求攻略 就在這邊結束 大家 再會 星座這種東西就是 也是有一些特質是還蠻準的 我覺得 就我自己親身的一個經驗 畢竟本人就是雙魚座 然後來跟大家做一點分享